十五公路歧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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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進康寧街時發現 兩公車一會拋馬 停滸在裡中 那我們為了遺免後方的車輪 用塞 所以位在公車的後方 擔任警戒的前停車的時候 因為輔駕駛坐臉部下車的時候 沒有注意到互方車輛的自己開啟車門 導致車輛總補方形式的這個機車 其實不是壯當的車門發展的失誤 那有所幸的 各位男子受輕微的擦傷 不管你是從右側或者是左側下車的話 都一定要注意兩段時開門 中歸兜前方 身分配房子 出口